希望这一段可以被播出 在大姨妈的时候做爱做的事情 我个人觉得稀释的会比震动的要好用 Hello大家好我是Zoe 今天你来大姨妈了吗 今天这一期闺蜜美蜜蜜 我要跟大家一起聊一下我们的亲戚大姨妈 也就是我们的月经 关于月经的一些基础知识 我相信大家已经都非常非常了解了 所以今天我们只来聊一些比较私密一些很少被提到的话题 还有分享我的自己一些亲身经历 OK首先我们来聊一下精痛 有经历过精痛的在公屏上打1 那经历过很多次的可以打很多个1 如果很痛很痛的就打1001 那么应该有很多女生跟我一样 先开始痛的地方是胸部 我以前呢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来月经的前一个星期 胸部就开始脏痛 一直会脏到月经结束 所以呢经常会有半个月的时间 胸部都会变大 然后另外半个月呢 因为身体比较消瘦呢 就会变小很多 那个时候呢我以为是正常的 但是后来看了医生之后我才知道 轻微的脏痛轻微的变大是正常的 但是很痛还有变大很多的话就是有一些问题了 因为有可能是胸部发生一些病变 可能是乳腺增生或者是乳腺节节一类的问题 这一些问题呢大多数时候是两性的 但是需要我们另期去检查 每半年或者每一年去做一次检查 即时检查即时调整生活习惯呢 就可以很好的避免她从良性变成了恶性 那么胸痛完了就到了肚子痛 就是小腹的地方痛 这个问题应该是大多数女生都经历过的 我有一个好朋友呢 她有一段时间也是经痛非常的严重 当时严重到她每次来月经都会 差不多十天左右 而且一痛就痛五六天 那时候暖宝宝止痛药对她的效果不是很好 看了医生之后才发现原来她是了子宫肌瘤 而且呢是比较严重的 需要做手术取出来 我们两个在那个时候的经历都非常的像 然后医生检查下来呢都发现我们是内分泌失调 而且情绪其实都不是很好 看完医生发现问题之后就开始解决问题了 我们都做了一个共同的决定 就是跟我们的前男友分手 别说了当时不健康的关系 开始认真的照顾我们的情绪跟身体 心情好了内分泌就正常了 内分泌正常了心情就更好了 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的情绪跟身体 少压抑少生气 少生气不是说让你去抑制自己的怒火 而是去减少自己能够生气的机会 那要怎么给自己减少生气的机会呢 其实有很多办法 比如去学习冥想 去旅游 去运动 去听音乐 看书 去结束一些不健康的关系 去结交一些能够跟你分享快乐的朋友 那还有一个疼痛呢 是比较少被提到的 就是排卵期也有可能会有疼痛 轻微的疼痛呢 是正常的 而且其实也很常见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女性 她都有发生过排卵侧 就是下侧下腹部的地方有发生一些刺痛 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 虽然不是很痛不严重 就是一点点的刺痛 但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过排卵期会痛 所以我就很紧张 马上跑去看医生才知道 哦 原来是正常的 然后检查下来呢 一切也是正常的 但疼痛呢也是因人而异的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 如果你感觉到不适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医院检查 不要在那边为了未知的东西 过度的紧张 过度的不安 这样其实很容易影响到心情 你的心情就会影响到你的身体 还有排卵期轻微的初选呢 也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您放心呢 就请去看医生 OK 那么现在我们分享一下 如何去缓解正常的经痛 首先大家都知道的 喝热水 热敷 这些都是能够缓解经痛的 老生肠男的一些方法了 如果疼得厉害 而且很繁荣 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 正常工作 检查下来呢 又是正常的 医生一般就会开一些止痛药 我自己是月经期的第一天会痛 后面的几天都不会痛 所以我就会吃止痛药 反正呢 一个月也就吃那么一颗 对于药的话呢 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大家还是听从医嘱 那有时候呢 如果你把注意力 一直放在你的腹部疼痛的地方 你的疼痛感就会不消散 而且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的感觉 但是如果注意力被分散以后呢 疼痛感就会慢慢的消散 你就忘记了疼痛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大导也有关系 像我的话呢 第一天比较疼的时候 我会去看电影 看书 或者跟朋友聊天 混得出去 开车兜风 散步 分散注意力之后呢 我就会忘记自己的疼痛 感觉跟止痛药是一样的效果 所以大家放松心情 去做一些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这也是很好的治疗办法 OK 还有一个可以缓解惊动的办法 也是很少被提到的 就是高潮 希望这一段有一定播出 为什么呢 因为高潮可以让身体释放内肺态 血清素 多巴胺 这一些快乐的化学物质 跟你做周六里的运动是一样的 也会产生这一些化学物质 这一些化学物质呢 已经是被科学证明了 能够帮身体去放松 还有阵痛的效果 所以呢 能够缓解疾痛 在这一些研究调查里面呢 对大多数女性来说是非常有效的 当然也有少部分女性是没有什么效果 而且其实有很多女性 从来就没有体会过高潮 也没有去探索过 那么对我个人来言呢 我觉得是对我有效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经期的时候 性欲会变强很多 会的话再当上大一吧 但是呢 我不喜欢在大一八的时候 尤其是亮桌的时候 做爱做的事情 因为我的床单是白的 当然也有很多女生是喜欢的 只要注意卫生器是可以的 那么做爱做的事情 怎么去高潮呢 当然是靠DIY啦 DIY其实刺激阴币就够了 需要到里面去 而且其实大多数女性的高潮 都是通过阴币高潮 大家可以用自己干净的手 或者一些玩具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轻轻松松 达到高潮 我个人觉得那种稀释的 会比震动的要好用 其实呢 我一直很想很想告诉大家 像男孩子从小的时候 探索自己的身体一样 我们女生自己的身体 要自己先去探索 自己去感受 自己去体验 每一个女生都是不一样的 那关于这个的话 这一次就先不多说了 下一次再说 OK 关于月经精通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如果你有什么 想要跟闺蜜们一起分享 或者想要问我的 都可以在弹幕公屏上 或者是评论区里面说出来 那么希望今天的分享 大家喜欢 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 不要忘了点赞 分享 还订阅我的频道 爱你们